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现在这个8月底,8月初这个时间呢, 在中国呢,是所谓的北戴河会议, 或者北戴河的所谓会议,正在召开的日子。 北戴河黑会,在神学上的本质呢,可以这样来形容, 就是那蛇、龙,站在海边的沙上。 黑会和教会的对立, 一直是人类历史一个基本的方面。 但是不幸的是呢, 中国人的教会和北戴河的会议, 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同一位灵, 处于同一位父。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实际上是论华人教会。 在我们学习启示录之前, 在今年的夏季集训的时间里面, 我们要用一个主日呢,对华人教会, 做一个整体上的评述, 以便我们能够更好的、更轻松的、更合一的, 开始基督教的改革。 什么是华人教会的基本问题啊,基本特色呢? 我们先看今天问答回应的基本内容。 我选了五个问题啊, 实际上是从十二个问题当中选出来的五个问题。 其他相关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去看我的讲章。 我稍微提一下,既然有一个问题呢, 很多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呢, 特别是家长都特别关心。 就是怎样处理好现在学校教育的问题。 无论是在中国呢,还是在西方啊, 这都会成为基督徒家庭面对的一个问题。 可能你们听说有一个词叫home school, 就是基督徒的一些家长不再送儿女上公立学校, 上学校啊,那么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教育。 一个严重的理由呢,是因为现在这个世俗小学的教育 越来越偏离圣经,甚至是违背圣经的。 在中国啊,除了完完全全拥有这个方面的学校教育的缺陷以外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共产邪教的文化教育 实际上劫持了中国的学校教育。 从小叫所谓的什么少宪队员,红领巾,党化教育, 奴化教育,魔化教育,邪教教育, 就捆绑了我们的孩子。 华人教会虽然反对婴孩洗礼, 但从来不敢起来反对共党洗脑, 这真是教会极大的悲哀,极大的悲哀。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提到我这里已经很久了啊,我其实很纠结。 我知道把孩子们送到这个,无论是西方的四叔小学, 还是中国的党化教育, 大小党校, 真的都是不应该的。 但是你去哪里呢? 我们如果不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去啊, 其实你要有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不然呢, 放到社会上或者在家里面圈养, 还不如把他送到学校去。 我的意思是啊,除非呢,基督教复兴能够建立一系列的, 以圣经真理为根基的教会学校, 否则的话我们没得选。 学校教育可以解决两个问题, 至少目前我们只能去忍耐啊。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社交的问题。 孩子们成长除了学习知识以外呢, 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团体的环境。 这个在家庭啊,无论是祖孙三代也好, 还是亲子关系这个小小的氛围之内, 其实你很难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平等相处的社会环境。 尤其是在中国,独生子女这些年就更加严重了。 本来就娇生惯养,自私自利的一些小罪人。 他由于缺少一种平等的同学关系啊, 所以他很难健康地成长。 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学校教育是不可替代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非意识形态的知识教育。 目前我们教会是做不到的。 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 医学,我们怎么教啊? 我是没这本事,我要劝你不要把孩子送学校。 除非我有这个能力,教导你的儿女学习这一切。 而这一切无论是对我们的生活, 其实即使是对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 摩西要建帐务,你得会数学吧? 诺亚建方舟,你得会工程学吧? 至少上帝吩咐你,你得懂啊。 所罗门建殿, 即使保罗、彼得飘洋过海去罗马, 去世界各地去传道。 那你对这个气候学要有一些认识,航海学。 所以我们教会并不是鼓励啊。 无知神学,我越无知,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我很属灵,这不是我们的教导。 我们要学摩西,学习埃及仪器的学问。 那么最后就剩一个问题, 那么如何看待西方对基督教的攻击的这种学校教育, 以进化论反对创造论, 以及中国的丑恶无比的党化教育呢? 即使我们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加强讲道台, 学校的这个教会的主日学, 对抗性的教导。 结论,一个方面加强教会, 在圣经真理上对我们儿女的教导, 另外一个方面, 不得不暂时忍耐着把我们的儿女送入学校, 这就是我给出的答案,供大家参考。 你不同意,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更好的办法, 没有的话,你就算服吧。 这是我没有写在这里, 但是我想很重要,在开始的地方,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这个问题的问答。 我们今天呢,借着这五个问题呢, 重点从五个方面啊, 来讲一讲华人教会的问题。 开始我谈到了北奈河现象, 是中国的国耻, 也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甚至是一种大麻疯病。 那么海边黑会与华人教会可能处于同一位灵, 同一位父, 灵是马克思那个共产党宣言里讲的幽灵, 父呢,就是骨蛇, 或者大红龙就是魔鬼。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看到黑会和教会在五个方面是共同的。 第一,都是财神教。 黑会追信仰的, 所谓的信仰就是实为天, 好做食物, 发展是硬道理, 从资本论到大撒币, 一脉相承的是马门崇拜。 华人教会基本上追求的也是这一套, 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名义, 他们真正的信仰仍然是钱财, 所谓成功神学, 所谓的神迹骑士, 往往主要是以钱财为导向。 最多是不花钱就有神迹的导向, 也是钱财导向的。 所以我们说黑会和华人教会, 北戴河黑会和中国人教会, 在信仰上基本一致。 第二个方面的共性, 就是国家领袖和教会领袖, 所谓牧师的产生, 基本上都是不合法的。 基本上都是不法的。 圣经讲叫不法之人。 中国可以这样来讲, 就是政治是最没有政治特点的政治, 国家是最没有国家特征的国家, 信仰是最没有信仰特征的信仰教会, 是最没有教会特征的教会。 因为你可以隶属中国很多很多的教会的牧师, 其实都是不法之徒或者是妄自行割的犬类。 谁给加尔文按摩的? 没有,加尔文没有被按摩过。 这是中国主流教会的精神领袖, 虽然是法国人, 那么其他的这个牧师基本上有相当大的比例, 女牧师当然是不法的, 那么51%吧。 那么其他的牧师基本上都没有经过严格的装备, 按摩,没有。 领袖和牧者的产生都是不法的。 这是第二个黑会和教会共详的特征。 第三个共详的特征呢, 前面还有一句话说, 那怎么来过证明它的合法性呢? 靠什么呢?靠暴力,这当然主要是指国家了, 靠勾兑。 老人政治,公平政治, 商量一下,协商一下, 或者几家人合起来,选一个牧师, 你带领我们。 三年治养之后,闹翻了就赶走, 驱逐华人牧师,我说过啊, 华人基督徒驱逐华人牧师是华人教会的一大丑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认为牧师的产生来自于这几家人的选举, 你太可笑了。 这件事情到今天仍然方性未哀, 你去看西岛教会赶走了多少牧师了。 恩语堂,恩福堂, 其实在美国也是比比皆是。 我最近收到了法国、荷兰、德国一些评讯图给我写信, 谈到了他们经历的相同的世界。 其中还有一位我的师兄啊, 说人民大学毕业的一位牧师,刚刚被他们教会赶出去。 哪里置信啊? 靠谎言和表演。 他们的装备啊, 除了没有啊, 华人牧师的诞生, 除了没有正式的暗幕程序, 有所谓的装备, 这些年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国内有一些所谓的地下神学院, 到西方有一些所谓的神学院的装备。 他们所学习的一切的神学, 我告诉大家, 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五十一, 我这是一个比喻。 他们在神学院的装备基本上都是教义的装备。 基本上这些牧师没有受过严格的圣经的教育, 系统的圣经的教育。 我们指着主夸口啊, CSMP的三年完完全全以圣经为神学课程的绝无仅有。 我们在这点甚至超过了路德神学院。 那么从教义这种装备出来的这些牧师怎么牧会呢? 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靠表演, 一个就是靠讲教义。 表演自己如何是一位牧师,生命表演。 另外一个呢, 基本上都是在教导教义。 而所谓的属灵的征战, 你到网上看也能看得见, 你经过华人教会一些生活你也能看得见, 基本上都是教义的争辩。 教义的争辩无限的趋向什么? 趋向撒旦深奥之理。 我就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两个例子。 一个是围绕了三文一体的争辩, 双方都在争辩自己不知道的时候, 就精彩的比喻,无穷的累积从概念到概念。 第二呢,预定论。 我想问这些聪明人, 你告诉我上帝怎么预定的? 我们现在想起来真是何等的可笑。 我们多么的清神,主说我的担子是清神的, 我深有体会,我就讲圣经。 马帝福音一章一节,马帝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 好,我就讲这段经文好不好。 你要问我教义的问题, 我知道多少就跟你说多少, 但我才不跟你瞎耽误功夫,爱听不听,爱信不信。 大家明白吗? 所以啊,第二个方面就是牧者跟领袖有共同贬。 第三个方面,聚会。 华人教会和海边黑会的聚会方式几乎是完全一样。 什么方式呢? 黑会、密宗、秘密聚会。 这是山顶洞人和山上之城之间的对立。 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聚会的目的是分赃和玩乐。 分赃相当于瓜分主耶稣的衣服。 这什么意思? 这种聚会,永远没有好事啊。 最后得胜的一定是恶。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得出的一个决策啊。 黑会和密宗聚会得出的决策都是顺服肉体的。 不要指望在里面能够推出什么改革方案、良性方案、追求正义,没有这么回事啊。 一切的决策都是一场分赃。 分赃也可以这样来讲,就是瓜分主耶稣的衣服哦。 或者说呢,卖主。 商量来商量去。 就是怎么把公义真理和爱卖掉,来捍卫这些外国人家长的利益。 第二个目标就是玩乐。 圣经的话叫,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北戴河就是这些政治老人,加上新贵。 为什么去那里呢? 吃喝玩乐,享受。 华人教会为什么要聚会呢? 没有任何政治风险,一切都交给神。 我们去到这里干什么呢?吃喝玩耍。 哎呀,那个教会好兴旺。 凡是所谓兴旺的教会,都是吃喝玩耍成为主流的教会。 无一例外。 那有什么区别? 海边黑会和华人教会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没有区别。 所以第四个方面我强调就是山顶洞人和密宗和山上之城之间的区别。 都是不敢在这个世上做光明之子。 然后以修身养性,避世修行。 这种异教的信仰,为他们的信仰。 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这种黑会和教会, 我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告诉大家, 现在中国这个政治真的,这个专制主义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这个成熟,当然习近平不太成熟啊。 我说的成熟就邓小平到胡锦涛这几代人啊。 就是基本上不再撕破脸了。 不再劫济斗争,残酷无情了。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利益,最后他们坐在一起总能勾兑和妥协。 那么华人教会与之平行的成熟,就称为属灵。 什么叫属灵呢?就是在罪上合一。 不许批评罪,不许责备,不许争论,然后呢, 无条件的彼此相爱。 这五个方面展开了我们开始的主题,那就是, 北戴河黑会与中国人教会共详了 同一位邪灵,出于同一位父母,魔鬼。 整体上如此,个别上,例外,例外的我们感谢赞美神。 现在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啊,谈到瑞士银行。 什么意思呢?有人问我,说最近呢,瑞士外交发言人, 强烈谴责中国在香港的暴行。 中国有两个方面的极端反应,一个是暴跳如雷, 另外一个呢就是胆小如鼠,认怂啊。 举世观之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是中国最怕的, 不是美国,是瑞士。 为什么?你懂的。 因为我们的钱在瑞士,而且我们的钱都是脏钱。 所以瑞士啊,要想报复,要想为香港人报仇。 我只能说这是上帝的神来之笔,神来之笔。 我们静观其变吧,乐见其成。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呢,可以给我们有一些神学的看见。 什么意思呢? 首先呢,中国黑会和中国教会, 共享了同一位以食为天的邪灵。 那么圣经讲啊,神会叫人种自己的诡计。 主耶稣怎么说呢?说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所以瑞士的这个反应啊,是神对财神教切容要害的打击。 那么与此相关,大家看一看,5000年来, 中国人一直疲于奔命,生活在我所谓的灾民文化当中呢。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讲,你越是唯物, 你越是以食为天,那就越是5000年不得温饱。 这很奇特啊,可能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爱财了。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向我们遭遇过这么多物质主义的苦难。 今天刚刚好起来了,但是瑞士又出来了。 新一轮的中华民族面临的物质文明的萧条就在眼前,无可避免。 这是贫困。 我告诉大家,贫困是唯物主义赢得的天法。 记住我这句名言吧。 那不仅如此啊,我们今天借着这个瑞银事件呢, 我们还可以解释一个普遍的教会现象。 那就是所谓的教会纷争,教会风波,教会的分门结党。 以前我们上当了,我们以为遇见教会风波是因为性情, 每个人都有性情,性情造成的。 有的人认为是因为教义造成的。 有的人以为是因为宗派造成的。 其实对华人来讲,对中国人来讲, 这些都不足以导致教会真正的纷争。 为什么?中国人对真理不在乎,骨子上不在乎。 他没有什么矛盾的时候,他可以迎合你, 你讲的我太爱听了。 基督教可以啊,听一听不错。 然后有一些半调子经常这样来赞美中国文化说,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什么来都包容。 这都对。 但是有一个底线,你没碰到它利益呢, 你一旦触碰到它的钱财,银行存款,马上翻脸, 而且一分小细造奇缘。 我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华人教会的绝大部分所谓的风波纷争结党是因为钱。 我说的钱不是指教会的存款,我们靠神大有智慧, 我们教会不存钱。 所以我们教会不会围绕钱打仗。 我说的钱是指什么呢? 是指像我这样的讲道人,像我们这样的讲道台, 当你不断地去打击世界之主的时候, 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时候, 你就动了财神教的奶酪。 所有的风波从此而出。 逻辑结构是这样的。 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这些少年的财主去追求追主耶稣, 但他的心在他的财宝上。 怎么知道,主一试就知道了。 开始跟随主,跟随教会。 当福音,当讲道,说你撇下一切跟随我的时候, 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少年的财主,当官的,红二代,富二代。 韩照亮大小不同的习国人都是如此。 因为他的心,他的心学,他的初心都在前上。 他从来没有重生过,也没有悔改过。 这是第一个阶段,他的心在哪里。 第二个阶段,圣经说贪财就是拜偶像。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信仰的撞击。 这是两种信仰的撞击。 而信仰的撞击是很难很难很难说服的。 很多人啊,当然我这个人是有我的缺陷啊。 好像说人目你应该更有爱心。 更包容,到现在为止我想跟大家讲明一个真相。 就是两种信仰不是通过你的爱心和说服能够抢救回来的。 你无法说服它,你争辩也不能得胜。 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信仰。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 那就是加略人犹大。 我最近特别的感慨,就是我们的主再回来啊。 再一次呼召加略人犹大跟随他。 再一次经过三年半之久,苦口婆心,甚至耳鬓思磨的教导。 最后主耶稣只能失望地对他说。 我认为是一种失望。 就是你想做的,你就去做吧。 没有办法。 你可能看见什么某几个人,某一个地方某个人啊。 啊,起了疑心了。 私欲怀了胎,生出醉来,醉继长成就,生出死来。 其实他是为了钱,甚至为了牧师的工价, 或者为了他银行的存款,不管为了什么。 你无法制止了。 最后一定像犹大一样,为了三十块钱就出去了,拦也拦不住。 主耶稣也许用目光忧伤地看着他,没有用。 为什么?这是两种信仰。 当然有悔改的,这完全是恩典啊。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很难说动财神教的人真信基督。 他们即使进教会,不过是想利用基督信仰的名义搞更多的钱, 或者更让他们已经积累的财富变得更加的安全。 这就是他们的信仰。 我们会不断遭遇这样的人, 而以这样的人不断地经历佛位的风波, 然后不断地分手。 这是我们的宿命。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他们爱上了钱财,会笼络一批爱钱的人, 形成一个多数意见来逼迫讲道台。 你不能再这么讲。 而大部分人都是贪财之辈。 你要给讲一讲我们爱听的, 至少不要影响我们在国内的企业、产业、生意、存款的。 他们深知魔鬼或者世界之主,利用他们的贪心, 牢牢地控制着他们的生命和生活。 但是他们不会去责备魔鬼,他会去责备, 责备魔鬼的传道人。 而灵恩运动基本上是以钱财为导向的。 我说了,他们的神迹骑士就是不当得利。 这形成了我们教会基本的生态环境。 这是我们的教会生态,就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一点面教一定能够把全团的面都发起来, 无可阻挡。 那么崇拜钱财在神学上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偶像崇拜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是,与偶像行淫。 这是一种淫乱,在本质上是一种淫乱。 我们怎么来描述这些人悔改的艰难呢? 你这个情欲悔改有多难? 贪心悔改就有多难? 我说啊,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好色,年老的时候好财。 为什么会如此? 因为这出于同一个灵。 这是一种淫乱啊,这是第四个阶段。 淫乱的这种罪,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都怕人知道,这是隐私,这是肉体。 所以就加倍地掩盖。 于是呢,到了第五个阶段就是, 所有因为贪心而恨讲道台的人, 因为贪财或者赵家人或者土豪, 他们起来绝对不会说, 他们是因为你打击习主席影响了我国内财产的安全。 不不不不,他们绕一万三千里, 离开他这个真实的原因。 用别的目标打击你。 你讲的不是真正的路德宗。 你讲的不符合东圣教。 你讲的显得没有爱心。 林林总总。 狂风咒语,什么意思呢? 掩盖他真实的目的,就是你动了我的奶酪。 所以这种淫乱导致的教会风波, 充满了谎言的争辩。 没有经验的传道人和同工弟兄姊妹, 绞尽一切的精力,焕发所有的爱心, 苦口婆心,旷日持久。 现在我们看来,这是一场枉费了功夫。 无用之功。 因为什么? 因为你遇到的不是他本人。 他说出的理由不是真的理由。 你就是说破了天,毫无用处。 我们现在聪明了,我不再跟你讨论了。 我讨论什么呢? 你说的都不是你想说的。 你不过是拿着基督教的花言巧语, 再来报复你钱财损失或者政治恐惧而形成的私愿。 但是这种原因导致的教会风波更难遏制。 私愿导致的教会风波更难遏制。 他导致以谎言,以教义谎言为基本特色的教会伪风波。 感谢神我们一天天在长大。 我站在这里讲,是教导CISMP所有的传道人认识这个问题的根本, 然后你能够靠主得以自以后。 不要再跟他争了,走就走吧。 你就效法主耶稣的一句话,你想做的事,你就去做吧。 但是这是不是真的证明主无能为力呢?不是的啊。 启示录21章,22章, 谈到了末世审判之后的一个格局。 那就是城外有那么两批人啊。 其实两节经文都是重复的,很多是重复的。 说这些人不得进天国。 这是些什么人呢? 胆怯的、拜偶像的、说谎的、淫乱的。 那里面所有所有不得进圣城的人的罪, 都几乎与财神教密切相关。 这些人最后与天国是无分的。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自己也面对钱财的事态,面对风波的搅扰。 我们回到圣经,就是罗马书14章17节, 给所有基督徒指明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什么路呢? 就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这句话何等的伟大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悔改和丛生真的离开了那个信仰。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我们把吃喝信仰彻底的抛在了身后。 那么神的国在乎什么呢? 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 公义放在第一位,正如教木书信这里面也再一次讲到了同样的道理。 我刚才所讲的七个方面,几乎都写在提摩泰前书第六章这段著名的经文里了。 而这里面有特别强调了一个问题就是十一节。 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真道上面有离了真道就传异教。 传别的宗派、别的宗教。 明白吗? 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懂了吗? 然后呢,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愁苦、不消停。 没有平安、没有圣灵中的喜乐。 对不对啊?很清楚啊。 那我们怎么办?你看,远离这些事,追求第一个仍然是公义。 然后呢,持定永生。 我们今天做一个总结啊。 就是瑞士银行导致的这场风波,提醒所有的基督徒普天下的教会。 你如果继续在财神教那里,遇到的只是败坏和地狱。 越是远离财神教,我们离得救就越来越近。 这是第一个问题。 华人教会和中国黑会共享的第一个罪孽,愚蠢。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华人教会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台湾教会的影响。 以前我常常谈港台神学。 相对来说呢,香港稍微好一些。 至少多元化一些。 但是啊,台湾教会啊,无论整体上,或者总体上有多少宗派啊。 但基本上是一路获色。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而台湾教会对中国大陆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对海外华人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迄今为止啊,海外华人教会绝大部分是台湾人建立起来的。 或者海外华人建立起来的。 蒙特利尔是如此啊,整个西方基本如此。 与此同时呢,改革开放的这个80年啊,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啊。 在中国大陆宣道以及中国传道人所接触的海外的神学, 基本上是台湾背景的。 因为呢,1949年所谓的创政以后呢,教会走入地下。 在汉语世界里面留下来的一些神学传承, 基本上是在港台,特别是台湾。 这是我们的历史处境,没有办法。 那么台湾教会复盖一下影响下的华人教会有什么问题呢? 两大问题啊,我以前讲过很多,今天换个角度总结一下。 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本色化,第二个问题是西方化。 我为什么会提起这个问题啊? 是因为有人问到了怎么看李登辉的信仰。 因为我上个主持谈到了李登辉作为半调子基督徒。 有些人不明白说你何以贯之以半调子呢? 原因就是李登辉所代表的。 虽然有人不让他代表,长老会也好,台湾长老会。 或者有人说他是政治化的基督徒啊,诸如此类吧。 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把我们求同存疑啊。 他所代表的台湾教会有两个基本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本色化,第二个就是西方化。 我先说本色化的问题啊。 1919年甚至更早一些时期啊,随着其他非圣理性教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了中国。 外国传教士入华。 从马里顺到戴德圣,甚至上述到这个利玛窦。 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啊,和中国的被规划的所谓的基督徒啊。 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叫本色化。 当然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呢,这个运动就越发的猖獗, 随着夺回教育权飞机运动。 然后到了1949年,特别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所谓的就是三次教会等等等等。 所有这两三百年的这个福音中国化的历史啊,就是本色化的历史。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圣经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或者完成对圣经的中国化的改造。 最无耻的当然就是习先生啊,连摩西十诫都要改成主席十诫,主席语录。 上帝语录要改成主席语录。 而这个问题在台湾呢,表现的同样的深刻。 虽然没有政治方面的奸淫和逼迫, 但是呢,有巨大的比中国大陆更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劫持。 所以到了,我去台湾、去台北啊,每次都能够经历保罗的那种心情呢, 就是遍地偶像,心如火烧。 台湾的偶像之猖獗之众多。 超过世界,我余生也晚。 超过我在全世界经历过的任何地方。 所以只有台湾背景的这些牧者们才敢提出这样的妄言说, 他们的信仰就是孔子和耶稣坐在一起喝茶。 而台湾的这些民工们、教会们,日常牧会的有一个主要的活动就是怎样与异教对话。 在台湾有一个教会的政治正确,就是不可以批评别的宗教。 进而引申为不可以批评别的宗派。 长此以往,台湾教会所代表的华人教会彻底失去了圣灵的宝剑, 只剩下了魔鬼的九尺钉耙。 就是哪个仪教里面有的看得好的就搂过来, 用来为他的这个人性的小妙,天端佳瓦。 不仅如此了。 不论是因为人的罪性啊,还是仪教本身的影响, 台湾教会,特别是教会领袖,整体上是一群不值羞耻, 不值悔改的鼠灵表演艺术家。 我这张家有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就是我几乎没有看见过一位台湾背景的牧师反省, 他们在台湾异教泛滥这个事实面前的忏悔之心。 相反,一个比一个更神灵活现的, 打算把他们的半调子福音用来喂养,心疼,怜悯, 从共产邪教当中逃出来的海外华人。 以前我们深受感动, 今天我们真,后来我真想问他们一个问题。 你这份勇敢和爱心,为什么不用来奉献台湾本土呢? 连蒋宋美龄曾经参加过的那个小教堂都已经异教化, 成了世俗小学淫烂的场所。 你们还舔着脸,满世界要归正海外华人吗? 我不点名了。 还不仅如此啊,他们的教义,他们的讲道台实际上充斥了各种异教, 尤其是禅宗道教和佛教辱世道的逻辑和谎言。 以至于到今天,华人教会在某种意义上, 其实就是中国的佛教,就是中国的禅宗。 这个问题有多深刻啊,有多邪信, 你用诚实来回答我, 你不要跟我矫情数不数灵的问题啊, 你越是了解圣经,你就越知道我讲的问题是何等的具有结构性。 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开篇的时候,我谈到了, 在整体上中国还没有教会。 李登辉是其中一个接触的代表。 他自己不仅去参拜靖国神社, 深受日本邪教的影响。 当然啊,北京也批判李登辉, 我跟他批判的理由不一样。 他们批判是用一种更邪恶的方式对邪恶进行批判。 我们觉得李登辉这种行径, 完全不和一个基督徒的道统。 不仅如此了,李登辉年轻的时候,锦银学教, 自语是前程的禅宗修行者。 而他最迷恋的是一位日本的佛学家,佛学大师,禅宗大师。 乃至他在所谓的受洗归正之后, 他仍然称赞那位是世界禅者。 换言之,佛教传承,异教文化,本土传统, 一生当中撕裂了李登辉以及台湾教会的信仰版图。 这个问题我不多谈了,每个人根据你的经历, 你都会知道我讲的是不是最基本的事实。 台湾教会所代表的华人教会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西方化。 这个西方化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条件的,极端的,宠阳媚外。 尤其是英语神学,一切都是好的。 他们既瞎眼看不见西方世俗化, 这个无可更改,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 而这个事实,以基督教神学, 以神学院,以哈佛神学院, 德语神学,法语神学,俄语神学, 英语神学是密切相关的。 另一方面也看不见, 自由派神学是西方近现代的主流神学。 灵恩运动,成功神学, 这一切装神弄鬼, 都可以在西方,现代西方社会找到他们的家园。 但是呢,尤其是台湾错而小国, 和中国这些真正灵魂里面都宠阳媚外的, 这些半调的基督徒。 奉西方神学,高举西方神学,西方宗派,西方教义, 超越了高举基督和圣经的地步。 我们也经历过,打个引号, 人家路德宗就成了真理光辉的顶点。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领受了, 理解了人家路德宗, 在这些愚昧之词的逻辑里面啊, 人家路德宗就是标杆。 他的一生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 人家东正教,人家改革宗。 这都是一些迷信之词。 近些年又出来一个西方什么名流啊, 灵魂派也是跟,美国有一个灵魂派的大师, 我不去讲了啊,英国也有一位, 这都成了他们的泰山北斗。 最近又出来一个新律法主人,叫保罗华许, 你看看跟随他那些嘴脸。 那就是他们的秋台,那就是他们的伟人, 那就是他们的高人啊,东方一叫称为大德, 西方宗教称为圣徒,华人教会称之为, 属灵伟人,信心英雄。 这种现象也体现在李登辉身上。 李登辉的信仰上结构是三元的。 第一,传统文化。 第二,日本宗教。 第三,西方近现代主流文明。 代表性的人物,你们知道是谁吗? 戈德。 不是唐记,戈德,戈德。 就是中国上过小学语文的人, 到现在都了解的那位德国人的文学大师。 戈德。 戈德的服侍德,一直是李登辉吸取宗教灵感, 思想灵感的源泉。 源泉之一吧。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说,借着戈德及其名著呢, 谈一谈西方近现代思想。 对基督教主,对圣经真理的整体上的弯曲和背叛。 我不是在讲文学史,虽然我特别愿意讲。 我也不是在讲思想史,虽然我特别愿意讲。 我今天只是讲讲戈德,它当然很有代表性。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路德神学院对戈德的看法。 戈德同学,晚于马丁路德200多年, 早于曹雪芹,还是晚于曹雪芹二三十年。 早于马克思几年。 当时正是文艺复党启蒙运动到向县工业革命。 这个时期吧,也就是西方近代化的时期。 但是这位先生呢,这位路德同学呢, 这位哥德同学呢,是路德教会的弟兄。 他出生于路德教会,后来就离京叛道。 没去林安派那里,也没去东正教那里,去哪里了呢? 他要去古希腊那里。 或者说呢,他要进入现代。 带领西方思想,德语思想进入现代,进入近代性。 那么路德教会对他呢,一直是责备有加。 你要去读路德神学院呢, 在他们的这个名单里面。 自由派神学、现代派神学的名单里面。 因为哥德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这是从LCMS的百科全书的词典里面找到的词条。 我不去读了,我也读不清楚,发音不好。 就是,LCMS的这个主流啊,把这个文学家哥德贬得很低。 认为他的这个神学倾向是导致了近代性和自由派。 自由派在现世俗政治词典里面是个好词。 但是在基督教神学里面,就自由派神学, 基本上等于就是不再承认圣经无误啦,不再唯独基督啦,诸如此类。 所以呢,哥德是路德神学的一个负面人物。 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我不同意的就是,他们讲清了。 而且不太明白,哥德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 哥德的问题要严重的多。 哥德的问题两大问题,至少两大问题。 主导了文学史和现代政治思想史。 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学取代圣经。 第二,人本取代神本。 两者是密切关联的。 所谓文学取代圣经呢,就是啊。 被这些蠢货们污蔑为黑暗的中世纪结束之后呢,文学和艺术从教会剥离出来。 达芬奇们把教会的实琴搬到了音乐的殿堂。 文学家们,启蒙作家们呢,从教会的长椅上站起来提着笔,抄袭剥削弯曲的圣经,赐给他们所谓的灵感呢,推出了一篇一篇又一篇的西方名著。 从莎士比亚直到今天,然后呢,带领西方人的心灵,从圣经走进了文学。 文学是照亮民族前途的灯火啊,神的话语。 及其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天一天,随着文学的苍盛呢,远离了社会文明的中心。 一些狡猾之子,与此同时,建立了所谓凯撒和基督的二元论。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适立了一个道理。 叛里,吩咐基督徒不许再谈他们领域的事件。 于是到今天,上帝的国度越来越小。 凯撒的国度充满了大街小巷,大江大河,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了。 一直到有一天,2020年,蒙特利文华人有一个小小的教会说,凯撒的也归上帝。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 我们期待一场真正的翻天府地的正传情缘。 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就是歌德所代表的文学取代圣经的时期。 这是一个非常无耻的时期。 他们的信仰就是神启示真说,然后呢,最保守的,最保守的基督,所谓的作家, 无非就是承认圣经给了我们很多创作的灵感。 这被称之为基督徒作家。 圣经不再是真理的全部,不再是真理的根基,不再是世上的光。 圣经被矮化为这些奸夫淫妇,男道女昌门编造香草山的创造灵感的源泉。 我常常感慨,特别看到一些年轻的文青,老年文青,叫什么老青还叫什么? 我不知道啊,经常跟我吹吹在网上卖弄。 我今年计划再写一本书,我已经写了十本书。 我这一生著作等身。 我看见这些基督徒作家,就心生怜悯。 就是你写的越多,你的罪念就越大。 你要无耻和无知到什么程度,认为你写的那个破东西, 可以成为别人矫尖的灯和路上的光呢。 我曾经调侃过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作家, 我说这个人的墓志明我都给他写好了。 他在坟墓上写着一行字,就是有史以来,这个人拉的垃圾最多。 我这一辈子就写过一本书叫《再辩论》。 我连修改我都不会修改了,也不会修定了。 路德也很聪明,就有试经著作,连专注都没有。 人家家人们还有一个基督教要义。 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谦卑。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这个人写的这个文学有什么意义呢? 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讲故事。 我不读文学名著已经很多年了,我没空听你的故事。 但是可怕的是什么? 文学成了近现代思想的灯火。 进而,文学和知识分子成了近现代革命的领袖。 从韶山冲到贾清华博士都以知识分子自居。 然后呢,胡诗鲁迅,典型的中国现代思想的两位假先知。 他们给这个民族灵魂的救赎,做过一丝一毫的贡献吗? 跟着在哪里? 追溯到歌德一代人,甚至更久。 就是用文学取代了圣经。 文学取代圣经的第二个更残酷的后果,你知道是什么? 那就是人学取代了神学,人本取代了神本。 为什么呢?文学写什么? 文学家有一个夸夸其谈的名言,文学就是人学。 说的对,那文学讲什么呢?文学讲人。 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达尔文以来, 这个被自行为高等畜生,高等动物的先行人类。 怎么会愚昧到这种逼步呢? 就是对一个罪人感兴趣。 但是我们的伟大的圣经就以一句话。 他是个罪人。 完了。 还有这些文家类的屁垫屁垫,汗牛杂变,屁股尿流, 号手穷精,白菊过细,白发苍苍的写一本名著。 描述一个主人公。 男主人公或者女主人公,费劲啊。 他们这些人真正的醒悟的时候,到临死之前, 我真希望他们真的醒悟,才会发现。 他这几百万著作,他这上千万的巨著, 其实就写了圣经上一句话,这是个罪人。 保罗没有传记。 摩西没有传记。 大卫没有传记。 撒末尔没有传记。 以赛亚没有传记。 没有文学。 为什么呢? 我学你干什么呢? 我在你身上能学到什么呢? 我不能说完全学不到。 但是跟拿杂拉人耶稣比起来,我没空学你啊。 那句话说得多好啊。 天国就好像什么? 质保。 我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质保。 我们不是看到无知神学。 我们是在讲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文学最后一定走到人学,就描写一个罪人。 然后这个罪人就成了一种事业,一种专业。 而一种人要奉献一身生命去研究的对象。 他不配啊。 你这就有人说得不配位,必有灾阳,必有灾祸。 人不配位啊。 因为你占了神的位啊。 中国竟然有一门学问叫红学。 你觉得这个民主有多无聊吗? 当然这个西方也有啊。 我这一生研究莎士比亚。 《红龙梦》研究红学,红龙梦本身就是虚构。 然后大家就为这个虚构打的鼻青年重。 贾宝玉大名叫什么? 贾宝玉叫什么?没人知道。 然后显得特有学问。 郭德纲显得特有学问,语签打不上来。 他叫贾宝玉,宝玉是小名啊。 贾宝玉没有大名。 写一篇博士论文,论贾宝玉。 大名叫Made in China。 北大有一个教授叫钱里群,一生研究鲁迅。 研究鲁学,还有什么哈耶克专家。 所以我说呀,专制主义是中国人民这些精英和无聊罪恶赢得的惩罚。 你还有没有点正经事干呢?没有。 除了男人以外,女人。 女人成了文学集中描写的对象。 我刚听见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哈佛大学啊, 应该还是费宝玉研究中心的一位汉学家, 对中国文化简直迷恋得不得了。 然后就听闻了,说中国有一句伟大的专注,叫金平梅。 因为,这不用想,这真的有人把他当作第四大名著。 就是朝思暮想,这个希望能够得到一本。 然后呢,有一位这个中国人啊,把它翻译成英文给他看了。 看完以后,他再也不宠卖中国文化,他怎么这么脏啊。 你们这个民族是这么看待女人的。 这个中国人很受挫败。 还有一个民族,叫《红楼梦》。 那你们对女人完全不同的描写。 这位汉学家又看了一遍。 更失望。 为什么失望? 他说你们描写的那个女人是人吗? 林黛玉是人吗? 他一天好像除了哭吃药,没有事干,后来就死了。 他说夏娃也比她真实的多呀。 八十八也比她真实的多呀。 玛利亚也比,圣母玛利亚也比她更像人哪。 后来有人跟我分享,我说你不明白啊。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这么个区别啊。 西方文化是天上掉下来个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裂天而来。 中国文化是天上掉下个李妹妹。 这女人都是从天上来的。 人家说了一句,我还要回去。 可笑吗?不可笑。 这就是文学最后走到的人学。 人学进一步走到女人学。 女人学进一步走到女神学。 女神学进一步走到无神论。 没有神,我们都是神。 这都是神呐,这都是神。 干什么呢?骗人玩,进一步折进教会。 每个基督徒天天梦想着自己都是神。 我为什么得罪那么多人? 让人做人多难呢? 但是我们今天明白了,这种文学传统博大精神,根深蒂固。 我们的灵魂是一种文学的人格。 没有办法。 说完了,本色化和西方化。 我现在说说哥德的两本著作。 第一本著作就叫《福士德》。 没有时间再展开讲了。 这个话题我可以讲两天两夜。 推荐给大家看一看,你就明白了。 福士德是极端的抄袭了约伯记。 《创世纪》第三章,马太福音第四章。 然后讲了一个与魔鬼做交易,出卖灵魂, 就换取成功的这么一个男人。 然后那里面有一个女主人公,就在我的PPT封面上。 电影。 《福士德》本人成了,取代耶稣基督。 《福士德》取代圣经,成了德语思想的一个中心。 《福士德》取代耶稣基督,成了思想的中心。 那个女主人公过早的被杀害了,成了现代主义悲情的源泉。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说作家都有病,因为他们想杀人。 沙士比亚杀了一对男女,曹雪芹杀了一对男女。 杀了林黛玉,放逐贾宝玉出家了。 《福士德》杀了女主人公。 他这种杀人成瘾的这种鬼魔的这种纠缠,阴间满残忍的。 从年轻的时候就如此,刚刚成名的时候就如此。 因为我们都知道歌得的另一本名著,你们也都读过。 就是《少年你们之烦恼》。 翻到下一页,看看《少年你们有多烦恼》。 有一个年轻人叫维特,偶然的机会看见一女孩,从此她的命运就定了。 这一幕像极了同时代的宝玉见林妹妹,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然后对少年维特而言,天上掉下个绿地。 但是问题悲剧在什么地方呢? 林妹妹人家是小姑娘,小女孩,绿地是人家的太太。 至少别人的未婚妻,从此这哥们就磨正了。 朝思暮想,东北外语那叫耐情,就爱情了。 人家就爱情了嘛,就现代的一个真正的爱情教就诞生了。 就喜欢上别人太太了呗。 然后这个现代思想发明了一个词嘛,没有爱情的婚姻,这是不道德的。 然后东方的共产主义者,心里面就趋之若鹜。 在延安的时候开始了换妻。 1904年解放以后,开始换老婆。 基本的旗帜就是哥德。 这些少年、中年、老年、维特都疯了。 进入北京都疯了。 还是别人的太太好啊。 文学根据就是,人家维特见到绿地都这样。 你以为我们陕北农民就不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 维特爱上了别人的太太,舍生以求。 不仅用寻情取代了寻道,他成功了,他成功了。 寻情取代了寻道,维特成功了,最后自杀了嘛。 对吧,我搞不到你,我死给你看。 我死给人类看。 但是更深的影响在第二个方面,什么方面呢? 绿地是别人的太太,对吗?别人的未婚妻。 别人的情人,别人的荣耀,别人的产业都可以啊。 那么近代思想,超越圣经,弯曲圣经,背迹圣经呢。 防止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别人的东西是我的。 明白吗? 维特和绿地的关系完完全全平行了。 马克思和别人的资本的关系。 完全平行了,韶山冲,梁家河的几代的这些土匪,对别人产业的关系。 我要把蒋家王朝的产业管起来。 现在呢,我要把全世界的产业,全世界都管起来。 为什么?别人最美的都是我的。 按照圣经的标准啊,维特这小孩怎么办啊? 就是欠揍嘛。 不就是拉到教会给他两撇子,他父亲踹他一脚, 用圣经的话,就上帝鞭打他一顿就好了。 啊?没有,这本破书竟然成了现代文学的经典,人们居之若鹜。 离开圣经,能有什么好东西啊? 简而言之啊,少年维特的这个经历,清清楚楚地违为了世界。 为什么习贤人要废除世界?你看这一条。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马克思、毛泽东、习近平怎么说? 这是我们的初心,就是暴力剥夺。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啊。 维特去告解是悔改去。 离开圣经,离开基督,离开教会。 千千万万的维特出现在地平线上, 他们被称为现代人。 现代人的先锋队被称为无产阶级及其党。 中国有一个佳话,当然是在编造的。 就是马克思,伟大的革命导师啊,在大英博物馆。 四十年还几十年未写资本论。 天天在那里面博乱群书。 然后呢背着手在地毯上来回的走路。 最后地毯上走出了一条小路。 马克思是不是烟鬼,我不知道啊。 会不会把这个地毯点燃,我不知道。 但是这松,西北话叫这松。 但是这松四十年写这本资本论在想什么呢? 就在想别人的钱是我的。 写本书叫资本论,论别人的钱为什么是我们的。 不给是不是啊? 不给是不是啊,抢。 我们叫暴力革命。 这是维特。 希特勒,德国的又一位维特。 为什么? 别人的国家是我的,波兰是我的,法国是我的。 绿地是我的,长着绿地的国家都是我的。 到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变本加厉。 到今天为止,为什么要移民啊? 你为什么要移民啊? 因为你无论有,你什么手段致富的我不管啊。 你有多少钱,多少房产,多少绿地,你的亲爱的女人女儿。 第二,这个国家的暴军们,随时随地会在你们家里面一眼就看中了你的宝贝。 然后他就主张这是我的。 但是他们跟维特不一样,维特把自己杀了,他们要杀你。 没有法治,没有安全,所以移民了。 但是我希望所有的移民今天能够反省一下。 文学怎样篡夺了圣经,毁灭了灵魂。 而文学从根本来讲,就是一种以编辑为特征的魔鬼的谎言。 无限地夸大,夸大别人的罪,然后呢,美化主人公的神性。 服务于魔鬼的三重试探。 第二个问题我讲完了,讲的长。 所以下面的三个问题讲短一点,翻到下一节。 华人教会,不讲了,没时间了。 我只讲个结论吧。 华人教会两大特征,第一就是撒玛利亚人士的教会。 第二呢,加百农士的教会。 撒玛利亚士的教会,看《使徒行传》第八章。 只为神迹骑士而进入教会。 但是圣灵,没有圣灵,没有按手,没有按摩,没有圣礼,没有教会。 第二,加百农士的教会什么意思呢? 加百农人吃饼得饱,追赶耶稣。 这就是华人教会两个基本特征。 看下面第四个问题。 有人问说中国和美国能不能打起上来呢? 我认为是越来越可能。 最近一周发生了这个六件大事吧,贸易战愈演愈立, 而且到了什么? 到了贸易战已经没什么意义的激烈程度了,不在乎了。 接下来就是中国病毒横扫世界,然后重上了美国。 按照美国历史的传统,那真的是牙字必报。 十五万美国人失去了生命。 这件事情的影响,我们等着看,不会这么结束。 外交之战,互相驱逐领事馆,外交人员,新闻记者, 诸如此类,愈演愈烈。 第四个事情,所谓的禁网行动,现在也被称为数字断网。 微信的日子不多了,抖音的日子不多了,腾讯的日子不多了。 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断交行动。 然后呢,美国高官正式访问台湾海峡危机,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最后南海凹兵,总有擦枪走火的时候。 管控危机是一个方面啊,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圣经的启示, 那就是越走进末世,战争越不可避免。 所以我们的结论很简单啊,那就是, 教会是在一个战争期间或者战争前夕, 加倍传道的教会。 我们要预备好更快的日子即将到来,瘟疫。 大家现在回头想一想,以前我讲你们可能觉得我夸张啊, 甚至你不以为人。 那就是当我讲朱瘟鼠疫的时候, 你能想到这个新冠瘟疫, 覆盖全球嘛。 那个时候你要想到了, 我们就会有更多更多心理的准备。 我强调的是那么坚决,我当时怎么讲? 我说这就是埃及实灾的逻辑。 开始商机生畜,然后商机长子。 显所未有,真是现在想让人胆寒的流行中国的朱瘟。 这是中国第一储类,对不对啊? 基本的生活这个食材。 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几乎乌一漏吧, 全国发生惨绝诸魂的朱瘟。 那个时候不悔改。 法老的心刚硬。 习国人民刚硬。 攻击蒋道台,蒋正的继续攻击。 转过年来就差几天,武汉瘟疫席卷全球。 神的这个圣经的这个预言真的是毫里不爽。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长记性, 那就是瘟疫之后有战争。 我们都不希望发生战争。 但是花会貂蝉,草会枯泻, 神的话语安定在天。 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最后一个问题。 尼巴嫩大爆炸。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惨案。 说不清道不明的惨案。 找不到凶手的惨案,但是惨烈人寰。 我们今天也不知道究竟原因是什么。 你可以归于政府的独职,官方的懈怠。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 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历史是神的故事。 神允许它发生了。 虽然我不说神是纵活者。 但是神允许它发生了,必要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应该解释给人类的。 黎巴嫩大爆炸。 燃料是硝酸氨,平行于圣经当中的硫磺。 圣经当中找不到硝酸氨,你别怪圣经, 那时候没有这种化学知识呢。 硫磺我们能找到。 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也是莫名其妙的原因。 火从天降降下硫磺,毁了索多玛厄玛拉。 索多玛厄玛拉为什么被毁? 罪恶滔天。 提示录。 不是这个,以赛亚书说,必有万军耶和华降伐的一个日子, 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 又临到黎巴嫩。 有硫磺会临到黎巴嫩。 黎巴嫩是河河本的翻译。 现在翻译到黎巴嫩一个地方了。 我们刚学完雅歌,那里面多次谈到了黎巴嫩, 黎巴嫩的香薄。 黎巴嫩不仅在政治地理版图上至关重要, 在圣经地理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因此呢,现在我们讲一讲圣经当中的黎巴嫩, 接着这场爆炸,我们来认识一下末世是越来越近了。 我们至少可以检索四个相关的信息。 第一就是圣经当中所有的黎巴嫩。 你要是个合格的基督徒,遇到这种事件, 马上去打开圣经,检索所有的黎巴嫩出来了, 你会有结论,我不展开了,自己去找。 我这里想多说一句,现在虽然是我们问答于回音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心疼我一点啊。 就是你自己动手能找到的,你不要再提问了,好不好? 不然我真是忙不过来。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已经讲过的,不要重复提问。 大家只要真的跟随我们去学圣经啊, 很多问题其实都讲过了。 前所圣经当中的黎巴嫩,你就会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基本的概念很清楚呢,就是它离应许之地。 但是它是应许之地的边界。 我自己想到主耶稣说的一句话,说我已经回来了,已经到门口了。 我们可不可以说主已经到黎巴嫩了,马上就要到黑门山了。 可以说,但这不是解经啊,你不用挑我的毛病啊。 不管怎么样,围绕着应许之地,周围战火在点燃。 然后呢,你去检索一下历史的黎巴嫩。 我这期日子也做了一些功课,再一次研究黎巴嫩的诞生, 黎巴嫩的近现代史,看得我真是很无语。 这个国家几乎一天也没有太平过,天天打仗。 不是外部入侵,就是内战内乱。 而很多呢,与宗教冲突有关。 大家可能在中国的喉舌上听过一个词叫黎巴嫩珍珠党, 诸如此类,跟以色列是宿敌。 而中文一些国家,以及俄罗斯也在那里面,山峰点火。 所以黎巴嫩从来没有平安过。 也许真的是先知说的,要震动黎巴嫩高大的香薄树。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看, 黎巴嫩是位与应许之地或者神的国,打着引号, 与外邦世界、与世界接壤的地方。 两个世界碰撞的地方,可能冲突是更为激烈。 这是有可能的。 其实啊,中印之间的冲突没那么激烈啊, 就现在当然是个特例。 根本原因就是中印文化在骨子里都是肉身成道的文化。 但是黎巴嫩所代表的中东地区呢,跟以色列人的的确确啊, 有灵性上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历史上的黎巴嫩,现实当中的黎巴嫩这个国家, 它的现代史,还是大家自己去查,我不讲了。 第三个问题啊,了解一下黎巴嫩的宗教版图, 以及其中最大的宗派,那就叫做马隆尼里教会。 马隆尼里教会是东方教会的一个分支, 但是它又不属于东正教, 它是认同罗马天主教的东方教会。 而在黎巴嫩呢,是最大的宗派宗教。 但是这已经是过去时了。 最近几年,穆斯林人口超越了基督教的人口, 在黎巴嫩,成了黎巴嫩第一大人口。 对我来讲,当然黎巴嫩大爆炸了。 与此同时呢,这个马隆尼里教会, 大家回去检索一下,看看他的信仰有些什么问题。 华人教会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就是西方所有宗派的优点它都没有。 西方所有宗派的缺点都在华人教会。 在某种程度上,马隆尼里教会吸收了教皇制和东正教双方的弱点。 希腊的文化传统和教皇制度的残余, 都在这个地方开花结果。 第四个我们要检索的就是, 除了穆斯林回教在这里面的兴起啊, 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 黎巴嫩珍珠党以及回教国家在这里面的燃脂。 那么还有一个力量,那就是中国。 大红龙大淫妇,燃脂中东已经成为事实了。 我这样讲的根据是什么?翻到下一页。 我们看看这个地图啊。 找到黎巴嫩最上面,下面就是应许之地了。 你找到哈米基多顿,我们说我们的问答与回应呢, 继续是启示录的引论。 启示录有一个很重要的末世战争发生在启示录第十六章。 哈米基多战争,哈米基多顿大战。 哈米基多顿我们去过。 我曾经驱车涌闯黎巴嫩, 到那儿就被以色列士兵给拦住了。 我想去看看黎巴嫩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然后以色列士兵在那儿睡了关卡,说你去,你自己负责。 我想了想,算了,我还不想那么早熏道,我就回来了。 但是呢,这些地方呢,我都去过两次啊。 海法米基多,哈米基多顿。 我特别吃惊地发现,就是这个地方,海法这个地方, 呢,中国文化部在那里举办了很多盛大的活动。 中资企业在那里面也很猖獗。 所以英取之地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 哈米基多顿离中国越来越近了。 中国在那里面的染指比你想象的要多。 他们已经,他们不仅特务组织文化企业商人如云, 而且呢,军事布局也完成了。 一个方面,在列巴嫩驻有中国部队。 当然他们是打着联合格维和部队去的。 另外一个就在南方,翻到下一页吧。 我们看这个地图,基布提是中国海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东方众王那个代表, 已经围绕着哈米基多顿完成了军事合围。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中东地图,这是中国。 借着他们对巴基斯坦的淫乱,伊朗的淫乱, 中东的东部,拉伯大河的河水干了的东方, 基本上都已经中国化了,淫乱化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知道, 叙利亚、伊拉克已经被美国灭了,基本上灭了,对吗? 那什么意思啊? 我就在想啊,启示录16章说, 柏拉大河的水干了。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词可以这样来理解, 就是两河流域这个最古老的文明已经灭亡了,衰败了。 这个时候呢,日出之地东方众王, 圣经说给东方众王,日出之地的东方众王让开了道路。 然后呢,三个污秽的席令,围绕着蒙埃的城, 展开了末世大战,被称为哈米基多顿大战。 现在在远东,在东方,在南海,在台海, 我觉得这都是四面烽火。 从字句上来讲,哈米基多顿应该是历史终结点。 翻到上面去,就是这个位置。 但是,去以色列的人啊,你除了去耶路撒冷, 应该去哈米基多顿去看一看, 你一定会大之所望,就这么点地方和末世战争有什么关系。 我们凭着信心在等候,圣灵这样讲, 必有我们无法穿越的奥秘。 但是神的话语是不会摇动的。 至少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了,远东, 东方众亡已经全体启程。 末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我们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夹缝当中。 一个方面呢,华人教会整体上的非教会化。 另外一个方面呢,整个世界战争正在向人类走来。 我们何去何从,问到最后一页。 2020年的夏天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夏天。 我们还不知道这场瘟疫啊,何时结束。 我们不知道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将会如何。 我们唯一能够在这个世代呢,所信靠的, 实际上真的只有基督和圣经了。 我特别呢,在今年夏天推荐大家去野外, 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呢,到野外去祷告。 去沉思,去经历神,便给大家介绍呢。 在安省,在魁省都可以见到的一种加拿大的国鸟,那就是乾鸟。 加拿大一元硬币上印着的那个明鸟。 我这两天在湖上听它,听它这个昼夜的歌唱,真是感慨万千。 与此同时推荐给大家一本,我说文学啊。 请供参考吧,小册子,短篇小说, 就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的名著叫《乾鸟》。 我不是要把大家带到文学里去, 我是让大家看一看被文学捆绑的西方的心灵是何等的可怜。 他们说这个乾鸟代表了印第安人的哀歌。 马格丽特有句话我完全同意啊,她说呢, 只要你一生听见过乾鸟的哀鸣,你就永生难忘。 前夜我在湖边啊,整个夜晚,从黄昏到清晨啊, 都是乾鸟在湖面上,长鸣。 马格丽特说,现在这个乾鸟已经很少能看到了, 看来她说的不对。 她听不见的声音,我听见了啊。 她听不明白的,我也听明白了。 我不认为啊,这个乾鸟的哀鸣, 是代表着印第安人悲惨的命运。 虽然有关联啊,我突发奇想就感觉到这个印第安人和加拿大人或者西方人 越来越在走向同一条道路,什么路啊? 那就是离家乡越来越远,他们在远处哀鸣呼喊回家的声音。 你想一想,从这个士拿平原,巴别塔,辗转迁徙,穿越, 可能穿越黑海离海,狭长地带,经过欧亚草原,绕行白岭海峡, 比中国人还要遥远,离家遥远的这群人就是印第安人。 所以印第安的所谓文学,关于印第安的所谓文学, 有理由为他们哀鸽,或者认为他们的声音是乾鸟的哀鸽的另一个方面。 也许再过几百年或者上千年,这个不断世俗化远离教会的西方人, 就会成为新一代的印第安人。 马格丽特能够在印第安人那里面感受到,或者有同感, 共同分享那种悲凉,那种吴家施家的悲凉, 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什么呢? 我们这个人类离家,顺着文学的小径,离家越来越远了。 这是双重的悲剧。 一个方面我们离家越来越远。 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东方众王离我们越来越近。 上帝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他的心情一定非常的忧伤。 这是大洪水前的忧伤。 一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前脚的Imming对我而言有两重含义。 第一,一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加拿大,心中忧伤。 另外一个方面,就不是忧伤的声音。 这是上帝呼喊他的百姓回家的声音。 从有早晨,有晚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 所以,属灵的人至少应该有这样的一份感动。 那就是,前鸟的呼声代表了上帝在地级。 无论是地级的印第安人还是西方人,当然包括中国人啊。 神在呼喊他们。 他曾经吩咐教会直到地级,让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么今天呢,他也记着所有的声音,在呼喊他的儿女。 圣经讲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 世人说,他的言语传到了地级。 加拿大,我们深爱加拿大,我是爱加拿大。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 加拿大呢,我给他一个新的定义。 其实加拿大是湖泊之上的国家。 当然你可以说它是河流之上的国家。 兴罗齐步的魁省,尤其如此。 几乎所有的城市和村庄都坐了在湖面上。 湖边都坐了在水边。 特别遗憾的是,越来越少的加拿大人去认识到他们的湖有一个名字。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这个湖的名字不叫瓦尔登湖。 这个湖的名字叫加利利海。 每一个黄昏和清晨在这个湖边有一位复活的人子。 对湖面上所有的人说,你们来吃早饭。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这个末世你仍然爱着我们。 用你的声音呼喊你的儿女。 求主在这样的世代加倍保守我们这小小的教会。 主啊,愿你的荣耀在黎巴嫩直到地级得到荣耀。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好。 感谢观看